根据统计 心肌梗塞病患 到院90分钟内做心导管手术 存活率大幅提升 新竹县主动消防分队 去年救护2000多件 监测心肌梗塞有6件 成功抢救6位民众的心跳声 在全国20多个参赛队伍当中脱颖而出 夺下了金星奖 认真听着救护教官上课 教导心电突击贴片正确位置 掌握每个细节 才能提高急救成功率 主动消防分队盗院前新电突 成功做成新导管成效显著 在全国20多个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 夺下金星奖 去年我们主动分队一整年执行的 救护案件有将近3000件 那疑似心肌梗塞的案件 那我们去年将近有90件 那90件里面我们一共抓出了9件 9件是盗院之后确定 是有心肌梗塞的情形 那在美国心肌梗塞协会里面有提到 就是盗院前心肌梗塞的一个 5件针对胸闷痛有做心肌梗塞的有90件 其中盗院前监测为心肌梗塞的有6件 成功抢救6位民众的心跳声 在第一届金星奖竞赛里 荣获台湾最佳心肌梗塞救护团队 不间断训练加上细心观察成了关键 经过我们不间断的训练 就是在我们出来的 那个仪器导出来的心电图里面 发现他的ST段有缓生的一个情况 立即把这个情况有回报给我们 上传到我们的医生群组 借由医生的判断 确实是符合心肌梗塞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目前 当时有立即送到我们中国医药大学 去做一个紧急的心导管的一个处置 那术后之后病患也平安的一个处院 机器局线就用经验来判断 波形上升立刻回报医生 送医做心导管处置 获得金星奖对执行紧急救护人员 给了莫大国务 更坚定要继续提升救护技术 来挽救更多生命